音乐 那么这款脂肪刀呢 左右有两个手柄 左边的话呢 内部的手柄 右边的话呢 是身体的 所以它是可以一款 可以操作于面部 和身体的一款仪器啊 那么这个操作页面上呢 有两个接头 一个二乐一和二乐二 这两个界面的话呢 二乐一代表身体 二乐二代表面部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想操作身体 我点按一下二乐一 那么二乐一开始工作 也就是身体的操作头开始工作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工作前的时候呢 需要把腹肌贴 紧贴在我们的皮肤上 这个时候才能进入操作的 贴紧了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按下START键 开始进行工作 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能量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旋钮进行调节 比如说我想把能量变大 那么我按一下能量键 把这个能量向上调 可以从一到一百二 以客人适应为准 那么这个下面的是一个温控的按钮 那如果它可以起到一个容子跟塑形 现在呢 OF关掉的话呢 那么就起到一个塑形的效果了 那我现在想容子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点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我来调一下这个旋接按钮啊 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数字 那么一般来说呢 都是10度 10度 然后到30度左右 这个以客人接受为准啊 那么操作完毕之后呢 这个手柄把它拿出来 紧贴我们的皮图上 以打圈的方式进行来操作啊 那么操作完了之后 按一下结束键 这个时候又回到了一个结束的页面 再按一个退出键 退出 那么出那么里的 那么如果我们做面部的话呢 点按一下二六二 这个时候面部的工作头开始工作 那我们进入一个操作的页面 面部的话呢 它可以做额头 颧骨 这个脸颊 还有口周 以及下巴 以及颈部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同里 点按一下额头 那这个时候进入操作页面的同里 也是一样 如果能量 这是能量的页面 能页面呢 我们可以点按一下能量 通过 按下STAR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点按一下能量的页面 然后通过这个按钮来调节能量的大小 以客人的接受度为准啊 它的接受感受就是温热感 这个是一个密度的按钮 那么如果假如说 感觉密度不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增加密度 如果如果大了呢 你就调小密度啊 那每个人的接受能力不一样 也同里也是把这个操作手柄拿过来之后 紧贴皮肤 按一下 这有一个按键 按下去之后 然后以打圈的方式进行啊 那么操作完毕之后 结束了之后 我们的话把 也是按一下结束键 结束键 回到一个正常页面 如果我们全部操作完了之后 按一下结束键 那么回到一个初始的页面就可以了 那么全部就是整个操作流程完毕之后 关闭电源开关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